两枪胸口一枪头神仙来了都摇头 约翰的开枪方式是莫桑比克射击方式 是在莫桑比克战争中研究出来的手枪实战射击方式 具体操作是先对目标凶部拿两枪 之后再对头部有一枪确保目标死亡 一般配合KARS战术持枪系统简称中轴重打系统时 杀手界的王者约翰威克因为一条狗灭了一个帮派 后又因为被人摆了一刀 不惜违反了威克在杀手酒店内杀了人 酒店主理人温斯顿发出了1400万的悬赏令 一个小时后 全世界的杀手就会对约翰展开疯狂追杀 而约翰唯一担心的竟然是他的狗子 他在路边拦下一辆出租车 用仅剩的一枚金币让司机把狗子安顿到杀手酒店 疲于逃命的约翰来到了图书馆 找到事先藏好的书籍 打开书撕开内页 里面放着金币 徽章 十字架 项链以及妻子的照片 这些都是约翰最后的保命信物 虽然悬赏令时间还没到 但已经有人按捺不住 当想离开便被一个大汉堵住 二话不说掏出匕首率先发难 约翰紧紧握住对方的手 抓住机会用手里的书疯狂地砸向对方 接着将书塞进对方嘴里又是一顿胖走 直到被干掉的那一刻 或许都不明白什么叫知识的力量 接着约翰拖着受伤的身体 找到自己的医生朋友 让他帮助自己来处理伤口 但是伤口才缝合到一半 悬赏令的时间到了 按照规矩 杀手组织的人必须停止对约翰提供服务 医生只好停手 约翰无奈只能自己缝合 但是多收留约翰一秒医生也是死心 为了保命他让约翰打了自己两枪 出了诊所 外面的大街上到处弥漫着杀气 约翰一路小跑来到了武器店 砸碎柜子玻璃找出装备 随即组装了一把雷鸣盾1875左轮手枪 以最大射速125米每秒的速度击杀来犯之敌 随后约翰向隔间迅速转移 没想到又有两人追了上来 躲过杀手的致命一击后卸掉对方手枪 近战夜魔的威力展露无遗 一轮缠斗之后 双方都看到了背后的冷兵器 打破斩柜抽出一把刀 狠狠地砍向对方的大刀 接着一刀飞斩另外一人中招 对方发起反击约翰被一脚踹飞 躲过致命一击 接下来就是致敬周星驰功夫的名场面 收拾完第一波杀手 刚走出门的约翰便被飞驰过来的两辆车撞飞 转身跑向马厩 后面杀手跟着摸了进来 牵上一匹黑马用力一排 杀手被瞬间踢成智掌 一个滑铲迅速起身擒拿对方的手部 打光枪里的子弹 再来一击被摔 剩下的交给马哥 放到最后一个杀手 套住对方的脖子后骑上黑马 约翰头也不回地将他甩进了马头 黑夜骑士在街中狂奔 后面摩托杀手快速追上 但很快约翰便展现了什么叫真正的骑士 夺过对方的枪一枪毙命 接着绊掉在马上 对着靠近的杀手又是一对射击 此时约翰的悬赏也上升到了1500万能金 搞定了这些小卡拉米后 约翰拿着十字架来到了白俄罗斯人的地盘 找到了曾经收养自己的大姐 可如今局面没人敢帮约翰 所以约翰拿出了十字架 作为黑帮的契约 他能让帮派为你提供任何的帮助 但一经使用 就此解除关系 约翰没得选择 十字架印在背后 大姐允诺约翰帮他逃离纽约 去往卡萨布兰卡 另一边 一名短发女子走进了杀手酒店 一枚黑金的圆壁证明了他的无上权威 代表了杀手组织最高机构的审判员代表 上来便罢免了温斯顿酒店的管理权限 七天内完成交接 原因便是他给了约翰一小时的逃跑时间 接着审判员又来到盖帮的地盘 由于他之前向约翰提供过武器和七发子弹 高层便为他送上了七刀连斩 而刚帮助完约翰的红杰也没能逃过惩罚 不能解释不能反抗 一刀两掌双穿掠做惩罚 此时约翰已经到了卡萨布兰卡 而这里的杀手都在蠢蠢欲动 咱们 谢谢大家